今天是5月14号 现在是上午的9点57分 冲高跳水 A股目前属于一个微涨的状态 那接下来怎么走 其实我觉得A股这种走势会很容易把人逼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知道昨天A股下跌有超过4000家票是属于绿盘的 但是现在呢 A股虽然说没怎么涨 也有3600家票是属于上涨的红盘的 是不是动不动就是三四千家票下跌 或者三四千家票上涨 这一只行情下感觉是非常极端的 那股民想要在这个行情下撞到钱是非常之难的 尤其是最高的 我估计一旦你节奏做错了很容易大亏 哪怕指数涨了你还亏更多是不是 那这种行情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有些方向 你偏偏不敢买的 你偏偏不敢去的 他今天涨涨了你疯狂 涨了你害怕 尤其是大权盘方向的银行中手 这段时间表现很强势 总是有问哎呀怎么办 你看我看他不敢买不想去 到时候他天天就涨天天就上 怎么理解 但是这些我们就当下了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平时去一波88支持一下 昨天讲到大盘的时候讲的很清楚 指数在一个位的位置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要不出现什么超级利空都没问题 那是什么超级利空 比如说哎呀 是吧 转融通这个事件 IPO这个事件又突然出现什么什么 不利的一些因素什么样的 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出现这些众 大利空之前 不要纠结这个指数问题 其实现在时候看指数 我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你看昨天指数是属于微跌的 有4000多家票绿盘的 现在指数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稍微的绿盘状态 但是有3000多的票是上涨的 你说这种环境下是不是 所以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看指数去炒股 已经是非常之什么 非常之不适合了 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 你只要记住一个细节 有助核心有助阻线不放松 滚动操作准没错 那有人会说 这个 这个怎么怎么有怎么看 对吧 就比如说我一直强劲大家的大 大金融方向 比如说银行这个方向 也是说了很多回 说很多事 就天天说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可能还是没有搞明白 你看银行的话 现在又涨了 又创了反攻的新高 你看板块从今年年初的 这个3就是大盘指数 2600多 那个位置反转以来 一直往上走 可以说非常强 非常强 折个压板块 是吧 一路进攻 你看我们看他已经是吧 面临前高的这些压力 这个压力突了 这个压力突了 这个现在面临这个压力 所以他是不断的挑战 那有人会说 那我在前面提前下车的找办 甚至有人总是在这个位置 问这位置我记得跟大家说很清楚 说什么呢 我说这位置属于什么 这个位置属于前高附近 前高附近怎么样 前高附近要选择减仓 或者选择落袋 那很多人说 哎呀在这个位置减了仓以后 你看现在又涨了 我又少中了几个点 我又被追回来 我又被买回来 就是我觉得你策略这个思路 就没必要纠结了 你在这个位置 你看减了仓的 那你在减仓的肯定是在高位减仓的 对不对 高位减仓的 那我问一下 你想要板块所有的票都在高位吗 肯定没有 对不对 有些票的低位啊 有些票近期还在什么 这些刚刚上涨啊 所以这就是节奏 那你想 银行板块在前期在这一 这一轮上涨 这一轮上涨是谁在拉 大家知道吗 是大银行 四大行这样的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这种在拉 但是后面这一波上涨 你朋友在这一波反攻反抬的过程中 还是还是四大行吗 肯定不是啊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追高四大行的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我告诉大家 你现在吃啥都不香 大家看个股 看一下后排的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们看中国银行农业银行 是吧 这段时间在不断的往下调整 像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也是一样的你看不断往下调整 它甚至还跌破了60天均价限 你想想 如果是这段时间你持有中国银行的 你是不是都非常的愚昧 银行指数涨到高位了 银行指数是吧 从来反弹的一个新高 但是你的个股呢 如果你持有这种票的话 是不是在缩水啊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注意细节 细节是什么呢 细节就是告诉你板块也在轮动 哪怕是银行板块它也在轮动 你接着不对 对也是很难赚的钱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前期也跟他讲过 我也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大家记得吧 我说银行板块近期的这个行情下 我们重心在哪里呢 只要能够守住强制称位 能够咬住强制称位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看多继续躺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细节 什么细节呢 盘中如果说出现了急拉冲高 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大涨后 到前高压力位附近的不要轻的去追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高低钱 因为我们看银行板块 这段时间走势 前段时间上涨的四大行五大行 我刚才讲了处理调整 那么现在涨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像常数银行 这都是属于小票 近期开始怎么开始补涨了 还有像无锡银行 前期在银行上涨的时候 他在这里底部震荡 你看现在没有 这里在这里补涨了 对不对 还有你看 张家港行 真的是不是也是补涨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从高位的大银行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重心放在低位的人气银行 小票银行这一块 他有机会补涨 现在这阶段就出来了吗 如果你在高位的中国银行 或者农业银行这里出来 去参与张家行跟张家港 和这些低位的补涨的话 这段时间是不是很舒服 但是你要是在追高 这个什么 追高高位的 这段时间我估计心情都是不美丽的 所以这就是重点 所以朋友们 超过这么一点也注意 银行板块在轮动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银行走流浪 但是随着四大行的调整 小票银行的补涨 我觉得银行板块的调整 随时都有可能展开 所以你一定要稳住 不要再轻易的去追高了 这是他一定要注意的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盘面 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银行之外 那还有谁 证券 但是证券明显的是什么 是属于一个底部震荡 他相比起银行 他要弱很多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你参与证券抉择 尤其是追高的 那肯定是亏钱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实际上最大金融方向 他也是分对象的 当然要是这段时间 持有中市头的 那也是有机会获利 有机会赚钱 前面我跟大家讲过 中投的行情 他也是跟什么 他这个行情也是跟 银行一样走出了一个流逝的行情 什么是流逝的行情 他这里 他趋势是不是往上走了 你那是越走越强 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 什么大的问题 对不对 整体来说 像这种票的话 后面空间潜力 像这种方向的话 后面空间潜力 还是比较大的 中市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资产 是我们国家大力扶持的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我一直强调大家 他趋势没变 你就咬住 回调就是机会低息 你看现在他是原的所谓的趋势不断上行 好 中市头方向的话 他也设计在票比较多 就属于轮动的轮换的 你看是吧 今天涨的昨天不一定涨 昨天涨的今天的话 可能不太有些不太美丽 所以在投资方面大家是注意的 这段时间一定要避开 不要轻易的盲目的去追高 不要轻易的盲目的去顶 这个是大家说的 我说这个可能有人会有意见 你比如说我昨天的强势 这个强势品种今天是不是备案了 大家看 昨天的强势品种 比如说中铁对吧 这个票昨天很强 昨天快速撑高 那么昨天你在高位去追高的 现在是不是套住了 是不是他亏钱了 这里我再次来提醒大家 在操作上面 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性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去顶 现在的行情 就是属于一个板块轮动 还像中心海值 这的前期大涨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对于整个中头方向的话 前期上涨的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以各大行业的板块龙头为重点 就比如说 这个媒体行业的中国神皇 对不对 大家看 前期是以这种类型的上涨为重点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走趋势 所以大家的偷偷们要保护好这细节 还有就是近期的话是以什么 主要是以轮动补涨为主 说你要保护好这个细节 还记得吧 前期的就比如说像中国石油 这些都是上涨的涨得比较好的 到这段时间 你看这种大家好都出现调整了 对吧 当时涨得比较好的 中国石油 中国银行 中国神华这种 那现在都属于调整了 所以中央的话 现在属于轮动 轮动到一些核心票 或者说一些低位的核心票 你比如说近期 我一直强调大家要注意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没怎么涨的 有机会补涨的 那什么 比如说这个基建类的 比如说中国铁建 中国中铁了 中国建筑的这些 那我觉得这些倒是没什么问题 它本身位置是比较低的 是不是后面也是存在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预期的 所以朋友们不必要纠结 整体来说中途方向的话 它设计的板块设计方向比较多 所以它就是做一个轮动 你就做一个高低车就行了 如果要涨高了 那我就换换低位的一些核心龙头票 尤其是到支撑位 我去做个补涨 做个轮动是没有问题的 有助这个方向 我相信大家能够吃肉 但是除了这种操作策略之外 你会发现其他板块 是吧 你去追高几乎都很难撞现 热点持续性很差 你后来龙头个股的话 容易又被合暗流 这个持续性也很差 这种情况下就是 如果你去 这里折腾一下 那里折腾一下的话 虽然指数很难赚钱 大家觉得对吗 好 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